而我们持续来关心就是贬家弊案最新的发展 那么特征组在日前查扣贬家总共有八十几件的珠宝 也包括所谓伍克拉的裸钻 昨天那么就训吴淑珍的时候呢 就是要厘清珠宝的来源 吴淑珍说这些珠宝里面包括了有陈志忠结婚 陈信与小孩满月 企业家所送的贺礼 但是检方呢他们认为说 其实这样的说法根本是在避重就轻 因为重点是价值高达两亿的裸钻到底从哪里来 另外一方面令人质疑的就是 为什么搬家的时候把这么昂贵的珠宝寄给黄芳燕 长达半年都不拿回来 显然呢是相当的不合情理也认为 这个内情相当不单纯 特征组五度就训吴淑珍 他坦诚被查扣的八十几件珠宝以及钻石 有部分是别人送的 吴淑珍公称裸钻以及珠宝来源 当中有的是陈信瑜小孩的满月礼 有的是陈志忠的结婚贺礼 还有的是吴淑珍本身的结婚嫁妆 但这番说法却像是烟雾弹 结婚满月贺礼送裸钻太贵重 而且不合习俗 陈志忠结婚送珠宝 硬凑还算合理 但陈信瑜小孩的满月酒 拿裸钻来祝贺也未免太奇怪 到底是谁送裸钻给贬家 吴淑珍还特别提供企业家名单 让检方调查特定人士 似乎已经套好招 要演出一套剧本 即使依据名单来传唤 恐怕也查不出具体的行贿市政 这批裸钻最令检方起疑的 就是吴淑珍公称 当初为了要从玉山关底搬到宝来 才把价值两亿元的裸钻 交给黄芳燕托他保管 但是警卫重重的宝来豪宅 难道不会比黄芳燕 把裸钻放在西装外套里安全吗 检方怀疑裸钻疑似是洗钱管道 不用汇款方式 直接送珠宝来行贿贬家 就是因为见不得光 因此藏力过程躲躲藏藏 就连现在被检方约谈了 吴淑珍依旧必重就轻